哈囉大家好 我是零爸 歷經4個月的裝潢 我家終於整理完畢了 那這一次我就把我的家裡整個刷成白色加木頭的配色 有一點北歐風 有一點極簡 那為了搭配我家的裝潢 我把所有的家具 跟電器跟管線全部都換新了 那我就發現啊 延長線我家也用了10年 我就應該要全部換新 那之前在Unipapa上面我有看到一組延長線 叫做有序延長線 那我覺得它的線啊 它的延長線真的是做得蠻不錯的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開箱看看 那這一次其實我買了一大箱 分別是5組1.8公尺的 跟2組2.8公尺的 以及它有出一大堆的配件啊 比如說像它這個整線扣 一組是10顆 還有一些背貼 好我們打開包裝喔 裡面的包裝 配件其實很簡單 它只有一條延長線跟兩組背貼 那它的背貼的黏膠是採用水煉的這個超黏的黏膠 那我之所以會挑這個有序延長線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的外觀 非常的極簡 整個是白色的 非常的俐落 我覺得非常搭我家的裝潢 那它除了這個極簡的外觀 純白的造型之外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很貼心 就是它的電源開關 一樣是電源開關 可是它都做得比較不會這麼的刺眼 你看它前面有這個 這種半透明材質的感覺 一樣是亮紅燈 但是它不會讓你在 夜晚的時候感覺特別的刺眼 你一樣可以辨識 你一樣知道它燈亮 但是不會刺眼 我覺得這個很貼心 那再來第二個原因就是它的孔距有加大 同樣是六孔插座 一般的排插啊 它就是把這六孔全部都設計在這邊 可是這樣就會造成 有些併壓器的插頭插座就比較大 它就會互相干涉 明明是六孔你可能只能用到三孔或四孔這樣子 那它就很方便 一面就只有做三個 然後這一面也有三個 也就是說我可以 互相去插一些比較大型的插座 像我有一些 比如說電話啦 或Dyson吸塵器啦 那這些插頭啊 都顯得非常巨大 但是它都可以全部插在上面 我覺得很方便 再來一個特點就是 Unipop有序延長線 它真的可以幫我做到整線的功能 怎麼說呢 一般的延長線它的尾端的線 通常就是 直接 往後 直直的這樣走出來 可是這樣子就變成 除非我把線 延長線整個 直立的這樣貼在牆壁上 或者擺在地上 不然它的線可能就 沒有辦法長得很漂亮 不管你要把有序延長線 貼在哪個地方 朝左朝右 朝向朝下 都可以 那你可以利用必貼 直接在你想要貼的地方貼上去 然後固定 固定之後再把 這個轉軸 轉向 不管你要朝上朝下 都可以 非常方便 我覺得這個就是 有序延長線的一個特點 那目前呢 它在網路上都還有在販售 其實我很早以前就買了 而且我一次買了7組 5組1.8 2組2.8 那我還加購了很多配件 包含它的整線器啦 它整線器也是用隨便必貼的 那你可以隨處 把你的線材 固定收納在一起 就不會顯得凌亂 那這個就是 Unipop有序延長線 它的一些特點 極簡 然後線可以讓我做 折疊收納 如果你家裡 有這種延長線 很混亂的困擾 如果你現在真要買延長線 我還蠻推薦你購買這個 Unipop的 有序延長線 好 我是雲霸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貼上 扣住 換個方向 Unipop有序延長線 不論是牆面 桌面 桌邊 桌角 甚至是桌底下 任何地方 都能牢牢固定 隨心所欲 延長線固定於牆面 貼牆不干擾 清潔時 也無需擔心觸電問題 加大的恐懼能容納絕大多數的變壓器 六個孔座即使插滿也油潤有餘 隱藏式開關 過載斷電保護 更安全 更安心 可選配 必貼整線扣 線材也能安穩不凌亂 讓隨處可見的延長線也能 儘然 有序 雷 中文字幕簽署 電視 摩託